冬瓜这样炒,好吃又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五花肉炒冬瓜的家常做法 色泽黄粮,香软入味,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都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简单又接地气,经济又实惠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冬瓜一紧清洗干净,削去外皮 当然嫌麻烦的,也可以让摊饭帮你削掉 如果比较嫩的冬瓜,其实也不用削皮 削去外皮后,先改刀切成大块 再去掉瓜壤不要 接下来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稍微厚一点,因为冬瓜水分比较大 炒制的时候特别容易出水 切得太薄,测测没有口感 而且不容易入味 切好后放入盆中 用清水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切点小料 大蒜子两颗切成片 小米辣两个搭配颜色和增加辣味 当然不喜欢吃辣的就不放 切成片后放入盆中 少许的生姜切成片 再准备新鲜的小葱稍微多一点 这是我们从地里刚拔的,非常的香 清洗干净后把葱白切成丁 用来呛锅的时候用 葱叶切成段,出锅的时候放入 蒸香又搭配翠绿的颜色 再准备一毛钱的五花肉切成片 切好放入盆中 制裁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今天这个状况非常适合家庭操作 简单方便而且又入味好吃 把锅烧干,烧至锅底冒盐 然后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把锅像这样转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炒肉片和干锅 油热后下入五花肉片炒出水片炒出香味 炒至五花肉卷去胃黄出油脂 接着下入小料葱姜蒜片来炒出香味 炒香后从锅边烫入少许的料酒 炒出香辣酱炒出颜色炒出香味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 炒出红油后 从锅边烫入适量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再放入少许的老抽上颜色 保持中小火一定要把酱汁酱料炒香炒出颜色 再来炒出冬瓜味道才更加的颜色 炒出酱汁亮油 接着倒入控干水性的冬瓜翻炒均匀 炒出大概30秒钟左右 炒出冬瓜上颜色出香味 接着在锅边烹入少许的清水 用勺子翻均匀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各种鲜香味融合 而且烧出的冬瓜还更加的入味 盖上锅盖保持中小火 先焖至三分钟 三分钟后打开锅盖 汤汁已经比较少了 接着放入切好的小米辣 喜欢吃的比较辣的可以提前放入 放后放入了可以减少很多的辣味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半少了鸡精味精和少许的白糖 不为提鲜 翻炒几下炒匀调料 炒出锅气炒出香味 炒出汁干粘稠 最后再放入小葱段 稍微翻炒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香辣入味 简单加常的五花肉炒冬瓜就做好了 更多加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感谢观看